川普总统被检测出武汉肺炎以后 就被送到了这个马里兰州的Water Reed 军部队医院 然后呢今天上午呢 他的医生团队 向美国的新闻界汇报了一下的情况 一切情况呢都非常好 我们也非常开心 甚至说川普总统说 他说我愿意出来 当然了不可以的 因为已经进去以后先观察一段时间 有人说可能下个星期就可以出来了 就是这已经星期六了嘛 可能下个星期三四最早星期二 晚的话四五就可以出来 如果没有病情没有严重的话 而且状况非常好的 休息各方面非常好 所以说呢而且很有意思 昨天晚上因为很多人在医院的外面呢 支持为了支持川普总统 在外面一直等候他 后来呢川普总统心言非常细 就出来派了他的这个幕僚 这个出来特别给大家送 白宫的特制的定制的这个巧克力 我看川普总统还是非常的这个心细的 另外一件事情 我对我们来讲今天深爱美国的 爱着美国的这些华人 因为我们是华人 先说华人来讲 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就是鼓励你为川普祷告 就算你不是支持川普的 你作为基督徒也要祷告 因为圣经上说 让我们要爱人如己 尤其川普总统是我们美国的总统 你有义务要为他祷告 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这个政见 那对于我来讲是同意他的政见的 更要迫切的为他祷告 那昨天出去一趟回来就看到 我太太在那边默默的祷告 真的是弟兄姊妹 我们要为川普祷告 而且另外呢 作为这个我们热爱美国的话 大家不要为这件事情所忧心 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面 而且呢 除了祷告以外 我们还继续一如既往的行动 该捐款的该捐款 该发动邻居的 打电话的就打电话 通过各样的短信 这个社交媒台呢 媒体平台呢 向我们的朋友呢 介绍川普是怎样的一个人 让我们都来一起能够支持川普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这个人呢 不了解川普 大家就是因为他被妖魔化了 因为全美这个整个世界上 全美国有600多家媒体 几乎都是在反对川普 妖魔化川普 只有那么十几家 几十家 最多40家的媒体呢 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600比40 这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说铺天盖地 这个所有的媒体 几乎都在一边倒的抹黑的川普 所以说我们 对我们来讲 很多华人 弟兄姐妹 华人朋友呢 尤其是由公民权 投票的权利的 也很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来到美国 中国是个 中国人是个很特殊的群体 我们到了美国 很少看主流媒体 就算看了主流媒体呢 我们也有的时候呢 也是这些主流媒体 都被称作假消息 他们很多并不是真正的 客观的报道情况 那很多我们华人 看都是华人媒体 华人媒体很多呢 大家都限制在 这个微信上面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 信息来源呢 就是我就 原来我也说 我们很多华人在美国 得到美国的消息 都是转了一群 经过中国大陆 或者很多华人 所支持的这样的媒体呢 来返回来的 这个中间就加了很多 对川普的不公平的报道 就这么多少年来 就潜移默化的影响 着我们看到的 这个妖魔化的川普 这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说鼓励大家 而且这个很多的 华人媒体呢 其实在很多的时候 也都是中国大陆 大外宣在美国 花钱资助的 由美国在美国 这些公民也好 或者非公民也好 注册这些媒体呢 都或多或少的 影响着美国 所以让尤其 尤其我们华人朋友 英语不好的 就看了这些媒体以后 自然很多人 就对这个共和党 产生了一种 不良的印象 尤其是对这个 川普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 真的是应该来到美国 至少我是从共产中国 来到中国 美国以后 我是希望在美国生活 而且美国呢 我之所以选择 生活在美国 因为认为美国 是跟中国 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它这个自由的国家 人们有我们的选票 我们的自我的意识 也不能夺去 我可以有钱 吃圈 保护我们自己 而且我认可的美国就是小政府 大的社会 政府不要过多的介入到我们公民的社会中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党所推行的一切政策 似乎它就把我们推回到 我逃离或者离开的国家那个状况 这是让我很心痛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们华人媒体 在这个抹黑下 尤其华人媒体 我们华人很多历来 在政治上呢 是侏儒 不用没有自我变形能力的 我们就被这种媒体呢 就夺去 另外在很多的时候 尤其在中国建政70年 我们习惯于在所谓党的领导 这个意愿化领导下 我们习惯于政府发号施令 我们就跟踪 我们缺少了自我的判断力 常常我们就被所谓这些的华人媒体也被引导 你想想看 很多华人到美国 为什么你选择到美国来 你就是希望美国的环境 你难道希望把中国变回 像到中国那样的情况吗 我想你不愿意的 但是你看到民主党现在所做的 越来越多的事情 似乎它在玩 社会主义那个方向在走 政府越来越大 税收越来越多 而且言论自由会被越来越的前置 你在社交媒体上 你就不能说政治不正确的事情 一说呢 就可能被推特封掉 这个油管封掉 很多社交媒体 因为很多的社交媒体 都是被今天左派的团体所控制的 你看 这是他们要把言论自由要抹去掉 第二个 持枪的自由 持枪的自由 这是建国美国的建国精神之一 但是你看到民主党 它不断不断的向抹去公民这些权利 我们就看到民主党在很多方面 都要把美国原来原有的那个建国精神 而正是这些建国精神让美国之所以强大的 他要把这些东西基石要挪去 这是我们看到需要我们警惕的地方 而且另外我觉得华人呢 我们真的是 你们想想看 当川普总统被诊断出 检验出这个阳性以后 武汉肺炎阳性以后 你看华人世界是一片欢腾 包括在美国的很多华人 我很奇怪了 怎么到了自由社会 怎么还是在那种 这个那个极权国家的那个思维 我真的是不明白 你看包括金正恩都向这个川普总统发败了慰问 希望他找点好 这个普丁总统说的更好了 是你的里面的灵会更加强大 你会会尽快恢复的 这个太平洋阳安的那么伟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全部都安息 所以说你看华人 为什么在全世界让人不待见 我们似乎是和世界的文明相差的 不是那个一丁点 不是相差一步 似乎相差一两百年 相差一两百年 所以说 这次选举呢 已经不是一张选票的问题 是选择了美国继续是原来那个美国 还是变成这种像将来再往南非走的这条路上 如果你喜欢南非 你看你去看一下 南非似乎是平等了 但是你去南非 你看南非现在变成什么样的状况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第一个鼓励基督徒 为你的美国总统祷告 第二个 我希望还是在这个支持 还是对川普有些疑虑的 你要相信 你选的不是川普一个人 你选的是他代表的后面的理念 我们选总统不是选一个好好先生 也不是选一个牧师 也不是选一个所谓的这个美国先生 你选的是能够为美国 真正能够不顾所有的政治正确的捆绑 为美国的百姓发声的一个人 川普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很多在基督徒也认为川普总统是在旧约里面的那个参孙 似乎他放荡不济 好像是行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个祭司的样子 但是他是到神借着他要在美国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扭转翻转的工作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从属灵里面看见 我们要不是我们看面他 他说他的态度各个方面 你要看到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媒体不报他的好事的 他被诺贝尔他已经现在被第三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你看到媒体有没有报道 你看到所谓的很多华人媒体有没有报道 没有报道的 大家都不报道 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已经在妖魔化他还来不及 你怎么能够报道他 而且他在美国做了很多位黑人 为少数主义做的非常细心的工作 都是些都不会见注意报这个报纸的媒体上的 但是我们需要用这种自媒体提醒大家 他是一个真正在为美国用生命在拼搏的一个人 如果你希望你是美国公民 有了投票权居住在美国 你希望你的孩子也生活在美国 我希望你重新考虑 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 请你选择 就可以跟我探讨 可以讨论 我希望你用你的良知 你为你的孩子 第二代 第三代到底生活在美国是什么样状况的话 你需要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好 上帝祝福你 希望你能够选投共和党一票 投川普总统一票 耶稣 你 圣经